你好 欢迎收看11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旅会 花莲第一件地热开发案在万荣的红业部落 而族人因为不满开发公司还有地方政府 没有经过部落同意就说要开发 而三号上午来到县府前石雕公园的抗议 最后是由县府建设处长邓子余代表接受的陈勤书 同时他也表示说 现在业者只是在做探勘 政府会依法行事 但是仍会持续要求业者要和地方沟通 而至于自救会提出了疑似厂商伪造文书的部分 警察局长蔡丁贤表示说 惠泽城管区凤林警分局进行侦办 后续请主人来配合调查 花莲汶龙乡红业部落石之明温泉区 被速罗德公司今年5月虽然依法申请在私人土地 进行低热发电探勘角景工程 但因施工噪音封路等问题 加上厂商以签道表作为同意书 主人认为伪造文书 于是反低热自救会23日上午 来到花莲县府前石雕公园 陈勤抗议几乎立即停工诉求 因为我们好几次的陈勤 因为得不到满意的回答 所以说我们再次的到县府里面 陈勤抗议 而且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厂商立即停工 因为已经造成我们部落现在人心惶惶 而且造成部落的撕裂 这个非常的严重 我们也跟总统府澄请了 也是没有得到答案 所以说我们当然会寻取外来的资言 深言 我们不是说随便说请外面的人来这边深言 是因为真的没有办法了 因为我们的工部门全部都是站在财团的立场 根本它这个程序就是没有按照我们的资商同意下去走 因为这个地热开发其实它是属公共财 它一定要经过我们部落的资商同意 不是单纯的说什么按照原基法二十一条的 私有地不受资商同意的限制 可是地热开发专警包已经是开发的行为了嘛 所以说我们要求厂商资商同意 可是县政府说我们是依法有计 依法有计什么法 恶法嘛 它这个它没有按照就是走法律落洞 反地热自救会会长陈湘同表示 自救会自9月开始多次陈勤 县府与厂商却没有回应 所以才会到县府抗议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民间的申请 那我们国家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那一切的都有一些法令的规定 当然如果有违法状况 我们一定要去做相关的处理 那如果是合法来申请 那政府也必须要保障人民的权益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 有相关的业者 那进驻到这样的一个 这个部落里面社区里面 地方上都必须要善尽这样沟通的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再把相关的沟通做好 那当然今天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刚才也有跟这样的 诚信民众做一个相关的说明 这只是一个招景探勘的一个 一个动作 那我们在申请各种开发 不是只有第二开发 其实都有做相关这个探勘 地址调查 专探等等类似的前置的 这样的一个调查作业 那如果说评估出来 没有开发的必要 当然也不会进到后面的开发 所以这并不是实质的开发 只是一个地址探勘 我想这个部分也有跟民众做说明 不过我们还是要求业者 还是要跟地方做相关的沟通 随后五名自救会代表 向华林县府递交评讯書 由建设处长邓子余代表接受 并表示对于民间合法申请 政府依法行事 强调目前仅只是找景探勘 非实质开发 但仍会持续要求厂商 跟部落充分沟通 自救会追问何时回复 邓子余表示无法承诺明确实现 但一定会与相关各局处充分讨论 针对厂商疑似未照文书 陷阱局蔡丁贤也表示 会则城管区奉林分局进行真版 记得蒋房眼华林师报导